进入晚清 太平天国虽然已被镇压 但封建统治的危机却并未结束 就在此时 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正在汇集 即将在这片土地上掀起新的波澜 他们起义于齐鲁之间 流窜于四方 他们似乎要将即将垂死的朝廷掀翻在地 他们被人称之为碾君 嘉庆年间龙将碾首线雏形 碾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嘉庆年间 那时在安徽富阳地区 龙江市是率领村民组成的小规模武装 开始以碾为号四处游荡活动 他们打着反对官府暴政的旗号 到处招兵买马逐渐壮大起来 在龙江的带领下 碾君开始在安徽河南一带频繁出现 威胁到地方政权 面对碾君的骚扰 朝廷派出使臣前往镇压 钦差大臣陶蓬更是亲自到前线督战 陶蓬将碾君视为一群乌合之众 轻敌极尽 终致阵亡 此一挫败无疑鼓舞了碾君的士气 他们逐渐认识到只要集结人数 就可以和官军抗衡 于是 越来越多的农民响应龙江的号召 纷纷举起武器 加入这个神秘的组织 就这样 一个可怕的农民武装力量 正在中原大地蠢蠢欲动 咸丰时期 碾君势力遍及四省 到了咸丰年间 碾君的影响范围已经从安徽 河南 扩大到山东 江苏等地 淮河以北 碾君到处成为这一时期的写照 一时间 民变夜火 碾君与太平天国之间畅鹤 声势浩大 多处地方政府几乎瘫痪 碾君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然而好景不长 太平天国的挫败也让许多碾君士气大减 甚至出现内讧 一时间 碾君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 满洲贵族僧阁林庆看准时机 率领大军围攻碾君 一举击溃了他们的主力 碾君只剩下赖文光一小步苟延残喘 此时 赖文光的心中燃起了救亡图存的决心 他重新整编散兵游泳 收编太平天国败兵 通过严格训练 赖文光将这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一支正规的野战军 每个骑兵都有三匹马可换 作战时步兵负责列阵压迫 骑兵两翼迂回包抄 战法极如旋风 很快 这个新生的碾君在赖文光的带领下 重新崛起为可与官军抗衡的一支反叛力量 森格林沁自负轻敌终被碾君所杀 令人意外的是 得到喘息机会的森格林沁并未意识到碾君的变化 他仍将碾君视为一群乌合之众 依然满怀自负 轻视敌人 为树立威信 他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 再次领军进脚 然而这一次 他终于为自己的目空一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连续作战中 智勇双全的碾君开始利用轨迹疲惫清君 他们假意败退 又使森格林沁穷追不舍 清君行军速度极快 一个多月近行军三四千里 士兵以体力不支 连森格林沁也不得不用布条吊着胳膊 才能勉强驾驭马匹 就在清君疲于奔命之时 碾君终于找准时机反扑 那一日 清君在山东曹州被拳肩 身陷重围的森格林沁在麦田中遭遇毒手 壮烈殉国 他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森格林沁的死讯令整个朝野未知震惊 族人们泪如雨下 跪在森格林沁的灵前痛哭不已 满洲贵族们也为突如其来的变故恶然失措 他们再也想象不到 自己一手训练的精锐部队 竟会在乌合之众的围攻下全军覆没 朝廷更是一片恍然 连忙重新启用年事已高的曾国藩 希望他能扭转乾坤 曾国藩上任受阻无力平定碾乱 曾国藩上任后 立刻调集部队准备反击 他计划以水师封锁黄河 重兵驻守要冲 以活捉碾军 然而他很快发现 想要执行这个计划并不容易 首先 曾国藩手头可用的乡军早已裁撤 现今大多数部队都归李鸿章统侠 曾国藩建议的战略 李鸿章并不十分认可 两人在统帅权上出现分歧 其次 多年对官府的不满 使很多百姓对缅军存有同情 有的甚至暗中相助 提供粮草物资 再加上碾军行动敏捷 常在各省间浮动 清军毫无招架之力 一年过去 曾国藩在搅碾问题上仍一筹莫展 朝野内外压力山大 各方弹劾之声不断 就连地方官员也对曾国藩颇有微词 粮草供应建区缓慢 曾国藩只能无奈缩减开支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 疲惫的曾国藩最终上书请求退休 朝廷只得改派以李鸿章为首的新班子 接手搅碾大业 李鸿章不力战碾军靠交土战术得手 接手大局的李鸿章 马上调遣嫡系淮军主力进角 与曾国藩不同 李鸿章的淮军打仗极为娴熟 也装备精良 每个营都有数百条西式枪械 全军供需运送数十万斤的炮弹 李鸿章更从外国雇佣军官指导 一改此前军队支币 然而 就连李鸿章也难以招架碾军的机动战术 碾军继续在各省间周旋奔袭 清军屡屡打空 甚至还发生过淮军内部官兵不合的事件 导致统帅被碾军毙命 李鸿章一怒之下 将负责调解的袁甲三革职查办 面对碾军的灵活战术 李鸿章决定采取极端手段 他下令军队实行歼蔽青野 焦土对付碾军 最终 李鸿章设法将碾军主力围困在山东境内 经过血战 碾军大败 主帅赖文光和多名头领都不幸阵亡 至此 碾军运动宣告结束 李鸿章也建立起抗击民变的威信 缺乏远见 碾军中南明放 评价历史 我们不难看出 碾军与太平天国相比 最大的差距在于缺乏前瞻的眼光和远大的报复 太平天国建立了组织系统 试图推行新的制度 而碾军始终是一个松散的武装集团 更像流窜的土匪 此外 碾军头脑简单 只支责李抢掠弥弥烂的清朝 而不考虑与其他反叛力量联手 取得更大的战略利益 曾有过数次可乘机占领京城的良机 但都因头目们眼光短浅而失之交臂 最后 太平天国建立在旧式的宗教理想基础上 获得广大百姓支持 而碾军仅仅仅仅是为反抗而反抗 没有为之奋斗的理想信念 这也导致很难长期团结人心 维持作战力 种种原因导致 碾军最终只是一个过客 他来势汹汹 但是很快便被扑灭 虽然也在晚清社会制造过震动 但远不如太平天国那样改变时代潮流和社会结构 这样一个具有局限性的群体 注定很难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碾军的兴起与衰落 成为19世纪中国动荡社会变迁的一个助角 他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农民斗争 揭示出这个时代的一角风景 虽然最终功败垂成 但我们仍可以从碾军的经历中 看到一个时代底层民众的焦虑与渴望 他们对旧社会的不满迫切的改革需求 都在这场持续十余年的战斗中得到体现 浩浩商商的历史洪流 因着这样些墨流和涓堤 才变得丰富立体 回望过去 我们既不必美化 也不必妖魔化 只需平和地审视 方能对过往有更全面的了解 这Perhaps也正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意义吧